- 滋潤的污蔑 滋潤的污蔑 OMG 一支才$199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蘇文台 我是首屋兒 真的是Unbelievable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找到它 真的是服了我自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嘴唇乾 然後死皮多 也可以用的污蔑唇產 我前陣子其實有在我的Instagram 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則動態 然後我會買它 又是一個巧遇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是要去補 雪芙蘭的眼唇系的妝印 因為我家人沒有了 然後我就很無聊的逛一逛唇彩區 然後就發現到了 欸? 雪芙蘭竟然也有出唇膏 剛好有所愛的霧面 不管是在721 看到霧面唇彩就是一定要來試試看啊 是否 然後呢爆笑來了 我是在Instagram的動態分享嗎 結果呢好像是 就被雪芙蘭的床上給看到了 他們又私訊問我說 可不可以寄給我 2019年他們最新的唇膏新品 Oh my god 你們知道我有時候就是這樣分享 然後他們就會寄公告品給我 真的是 突如其來驚喜 我覺得我有時候真的是 一個很lucky的人 反正就是這樣 我二話不說就說 沒問題可以可以 馬上寄給我 因為我只要買一支嘛 所以我也想說 剛好可以試試看說 欸其他顏色到底擦起來很一樣 好順便也一起跟你們看一下 分享一下 各位乾嘴妹妹們 嘴妹好了沒 OK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那首先呢 太多支了 我是不知道從何介紹而起 就介紹我品嘗最愛用的 柔霧綻色潤唇膏 然後呢他們有這三個顏色 呀 我買的是中間這一個 泰式奶茶 因為我本人就是泰式奶茶 被我不小心弄斷了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開心的 給你們看 但弄斷我還是有在用的喔 不要浪費OK 這些單擦或是你要當作搭底搭配 你覺得很乾的霧面唇彩 我跟你說只有一個字 讚 那這邊我要小提醒一下 如果你要買這系列的唇膏 你在使用上的時候要比較小心一點 可能就是因為它比較滋潤的關係 它的唇膏體本身是偏軟的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 不可以轉太抹出來 而且你塗的時候也不能塗太大力 然後輕輕塗抹就可以上 要不然就會像我一樣悲劇OK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你們看一下其實我嘴唇上面是有死皮的 所以我就為什麼會喜歡這支原因 是因為就算有死皮 還是可以上的很好看 然後它擦上去的時候 它是有半霧面的妝感 然後呢 它又是一個非常紅的奶茶色 它擦起來真的非常的滑順 是保濕度非常高的霧面唇彩 雖然它是柔霧的唇膏 但是它一點都不會卡死皮 擦上去就非常的潤澤 就是有點像護唇膏的感覺 但是它同時又是霧面的 再來呢我們來試其他兩款的顏色 我沒試過了 我期待 焦糖奶茶跟玫瑰奶茶 哇這個再比剛剛的泰式奶茶的顏色 再更螺一點點 就是它沒有這麼的橘 它塗起來真的是 像護唇膏一樣超好塗 喔這個顏色拿來當作打底也不錯 然後 這支擦起來就是粉調的 重複塗抹也不會顯得厚重 平常呢我都是拿來當作打底 然後我也來示範一下怎麼擦的 我的話現在是選泰式奶茶 就是先薄薄的在嘴唇上打底 然後呢再找一支你給個非常乾的 霧面唇彩的中間 它記得全身色的喔 像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抿開 它打底真的超讚的 而且它混合紅色或者是 桃紅色都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覺得太有護唇膏的感覺 你用衛生紙稍微的這樣壓一下 它顏色就會再更霧 就會像這樣滋潤的霧面 OMG 有沒有這三個顏色其實擦起來都是非常好看的吧 然後當作打底也很優秀 而且一支才199塊 特價的時候甚至199還買一送一 是不是很划算 這真的是超級爆OK的打底 護唇膏都不用了OK 打底必備就是三個法寶了好嗎 好的 他們除了寄給我買的這一支系列之外 他們還要寄給我們2019年的其他新品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是這一個 這個是雪芙蘭的膠原蛋白豐潤護唇膏 喔它是護唇膏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玫瑰拿鐵 一個是暖珊瑚色 然後他們這系列是他們的熱賣款 今年要再推出這兩個限定的新色 我先來試玫瑰拿鐵好了 這兩個顏色也算是一個流行色耶 很會很會 哇這個護唇膏會不會太顯色啊 它就是比口紅還要滋潤 然後比護唇膏還要顯色 以護唇膏來講這已經可以修飾唇色了 然後它擦上去就是會有一種很豐盈的效果 然後非常滋潤 也是超級不好塗的 因為它是護唇膏滿真實 嗯好保濕喔 再來呢是這三個 然後它是叫波亮水潤 護唇露一樣也有三個色號 嗯這看起來有點像唇膏 但是它說是唇露 我來試試看 那這系列我先從淺色開始好了 很顯色 非常的滋潤 嘟唇的效果 它就是一秒瞬間修復死皮耶 而且啊雖然它看起來很像唇膏 但是它又不會像唇膏一樣 這麼的黏或者是厚重 質地是很舒服的那種質地 就像唇霧一樣 てぃ りっぴ 以前沒有兩個顏色我不要喜歡這個顏色耶 這顏色很好看欸 這個拿用在什麼時候 就是你平常如果你嘴唇真的是乾到不行 連唇膏上不去的時候 讓你的嘴唇很短的時間就可以恢復到 非常多、非常有彈性、非常水潤的嘴唇 我沒有太騙 你們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這個超可以買的欸 它修復功能真的有點驚人 我有嚇到 然後這個三個顏色我最推的是這個熱戀紅 如果你個人是不喜歡擦這種油亮類型的 然後嘴唇又超乾的 你又想要擦霧面的 我建議你上妝或上唇膏之前 先薄薄的抹一層在嘴巴上 讓它修復你的嘴唇 你等會就可以擦霧面了 這一支乾嘴皮的妹妹們 趕快去買這個超修復 好啦以上就是2019年雪茯蘭出的系列唇茶 全部裡面都是主公那種死皮很多的民眾們 不管你是喜歡霧面類型還是喜歡滋潤類型 我今天介紹的你們應該都會很喜歡 好我今天如果要選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本人是比較偏愛霧面唇彩的 所以呢我還是主推柔霧的唇膏 但是呢我剛剛試用到 我又覺得這一支可以拿來修復死皮 而且瞬間修復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買 超級好用 好啦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呢 記得在影片底下 留言給我回去我的粉絲 喜歡記得訂閱我頻道 鎖定最新影片記得開啟鈴鐺 關注對鈴鐺 記得Follow我的Azbrite 我必須要吃的錢 啪啪啪啪啪 這怎麼這麼好用啊 天啊 這修復也太強了吧 我死皮瞬間都 死皮了 好屌 太強了吧 你吃了 我來死皮了 我來飲落 真的 我來飲料 我來飲料